啊,大家好啊,之前呢,以为,出了意外,然后呢,习当爹了嘛,是复化出了好多的小螳螂,那么因为数量太大啊,有好多在褪皮过程中,在成长过程中呢,也不幸,说卡皮了,卡皮的小螳螂他是活不下去的,刚好,嗯,突然有一个想法,就是试一试蚂蚁,那他会不会吃这个,没有什么肉干干干干干干的小螳螂啊,大家可以猜一下啊,我把这个螳螂先给他呼, 屋在蚂蚁的洞口,那么觉得蚂蚁会吃啊,他会把这个小螳螂拖到他的窝里面呢,大家可以扣过一,觉得不吃啊,这边没有肉不好吃,那也可以扣过二,好了,那这边食物已经就位了,我们看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吧,哎呦,没想到这么快啊,刚把这个小螳螂放在洞口,这蚂蚁他就开始,开始往里拽了,其实在自然条件下吧,如果螳螂长成年了之后, 他肯定就对蚂蚁这种小东西呢,是没有太大的兴趣了,不过这种刚孵化的小螳螂啊,我虽然没有见过,不过凭我的经验或者直觉呢,蚂蚁也应该是非常符合他日常的食谱的, 现在我们也能看到啊,这面对不知道是不是刻在DNA里的恐惧,蚂蚁好像是很着急的样子啊,马上直接进去摇人儿,然后直接召唤出来一堆的蚂蚁, 嗯,现在我们并不能看出他有没有想吃的意思,这蚂蚁不知道在,可这研究啥呢啊,在不可能在开会商量商量啊,这边到底能不能吃,究竟要不要把这个东西搬到窝里面去, 那么,好,我们来看一下吧,好,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地下,那么能看到吗,蚂蚁好像还是对小螳螂很感兴趣的啊, 不过现在好像是卡在了洞口,啊,那蚂蚁好像在,那个还在用力的往下拽,嗯,这拽的好像有点过分了啊,拆了一条腿下来,行,还是很聪明的啊, 那么,既然卡着呢,就把它们分开,然后再搬运,那么来看一下, 好了,那么,总共是喂了三只小螳螂,然后呢,蚂蚁把其中一只当成垃圾扔掉了, 然后有两只呢,它们已经,在现在是第二天啊,它们已经放到喂幼虫的地方了啊, 那么这个潮的右上角,是它们饲养幼虫的地方,因为下面有水,嗯,这个东西干巴的有肉嘛, 感觉不太好吃的样子呢,行吧,反正你们开心就好,那么这个视频呢,就给大家看要知道, 喜欢的朋友可以三点关注一下,咱们下期再见吧,大家拜拜。